这一回南部地区雨下的又大又久 从嘉义到高雄有很多的蔬菜都泡在田里 来不及采收损失惨重 向下来看到在高雄这边木瓜跟龙岩都泡烂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卖 至于在台南这里洋香瓜整个泡在水里 他们说这瓜田现在成了湖泊 至于农业大县屏东更惨 光是茄子跟苦瓜损失就高达9000万 整个南台湾的损失已经突破2亿元了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今天到嘉义视察的时候就承诺 一切的灾损政府都会从宽认定 要帮助农民度过灾情 陈吉麦拿起木瓜为农民感到不舍 木瓜田里全是泥巴 另一边的龙岩田也是一样残 黄色龙岩挂在树上但几乎都报销了 农民心中螳血全高雄农损将近2000万 再来到台南 整片田成了湖泊 但其实底下都是整片来不及采收的洋香瓜 农民欲哭无泪 再来到农业大县屏东 原本应该是紫色的茄子 被大雨泡成土黄色都不能买了 来到田里满地被大雨打落地面的茄子 农民损失惨重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到嘉义看灾 陈吉仲表示南台湾农产品几乎全军覆没 农民只要申报就一定拿得到赔偿 我们有地利利贷款 只要因为灾害 今年来贷款 我们的利息全减免到明年的4月中旬 南台湾连日大雨农损 光是8月份粗估超过2亿损失 农民只希望老天爷行行好 别让灾损继续攀升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